她白天装作温文儒雅公子式无双 把涉事未深的少女迷得五迷三道 晚上就立马化身为衣冠禽兽 每天随机迫害一名女孩 为了支持她还特地开了一家绣坊 专门招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新来的绣女被褥全部是丝绸的 皇宫里都很少有着带衣 但被她迫害以后就会换成麻布的 如果有人反抗 她就直接将其推下井底残忍杀害 我底下头去瞧 结果就飘上了一张脸 这些我认得 是丁如的 就算有人报官也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有宁国公夫人长期收着她的丝绸 以此来讨好上面的太后 所以官府在办案前还要先来智慧她一生 现在这样的小事都要跟我汇报 这就是一个意外 也不是什么大事 陈知府应该会知道该怎么妥善处理的 一条人命只是意外 官府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现在也只有如兰能制裁她 因为如兰性子很直 有人找茬故意推倒好友孟晚 将其辛苦刺的秀样毁于一旦 还出口嘲讽 孟晚忍了 而如兰却忍受不了 她硬是要求对方道歉才能离开 你有怕你是不是 我让你道歉你听懂没有 你放开 你如果不道歉的话 去找吴先生 让他来评命理 你疯了吧 那我们就试试看 对不住 行了吧 而就是性格这么耿直的一个人 已经被禽兽先生吴连 迷得神魂颠倒 直到这天秀女丁如被抛进了井里 事发前一天 如兰曾听到过吴连房间有人哭哭啼啼 她刚要进去 却被一只黑猫挡住去路 隔天她来到丁如的房间里 懂点医术的她还发现了她吃堕胎的药物 而这里也只有吴连一个男人 如果怀孕的话 只有可能是她做的 可此时的如兰还相信着吴连 她宁愿认为是自己学艺不精 或许是我学艺不精 看错了也不一定 孟晚笃定是她看错了 因为她早已知道了真相 只是可怜了丁如的母亲 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离开了 正直的如兰看不下去 她向丁如母亲保证一定会查到凶手 可孟晚却劝她不要查下去 最好是离吴连越远越好 如兰感觉莫名其妙 直到这天吴连又叫学生深夜探讨艺术 而这次她选择的是孟晚 这里的针角有点密了 晚上还是要多加练习 孟晚慌了 果然晚上吴连准时地赶到 准备开始自己的禽兽行为 而睡不着觉的如兰突然赶来 她恰好发现了 无连禽兽的那一面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时孟晚也发现了外面的如兰 耿直的如兰很是伤心 因为她也被玷污过 她还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这次她决定复仇 只是七年后 她的坟头草已经两米高了 而孟晚隐忍了七年 她这次决定复仇 吴连替当年的姐妹名冤 乔正宇新剧刚一开播 就冲上热榜堤 在剧中她誓言反派 花式摧残了十八名无知少女 凡是来她这里学刺绣的无一幸免 最惨的因为清白被毁就投井自尽 官府捕头过来查案 拿到了银子就草草结案 天黑露华 难免有人失足 最离谱的就是吴连背后的关系 宁国王夫人长期都需要 她的刺绣打点太后 有她在谁也动不了吴连 而绣女如兰却忍不下去了决定报复 她曾经信了吴连的鬼话爱上了她 后面才发现了真相也已经晚了 因为她没有任何的证据 闺蜜孟晚时常劝她算了 她却是一直坚定着自己的信念 不能让吴连去谋害其他人了 但是七年后 她的坟头草已经长了三米高了 孟晚也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帮助如兰 如今她隐忍了七年苦心谋划 这次决定帮助如兰复仇 接下来的事情 听到水道去撑 孟晚决定先从宁国王府下手 此时的她嫁给了一个园外 每日都能去王府请安 这便是她接近宁夫人的最好机会 如今太后大寿快到了 侯爷夫人早已准备好前朝古话 把宁夫人压了一头 此时的孟晚得知自己机会来了 她装作很懂得说出了话的来历 此图一共十二夫 此夫名换 天寿图 你坐 紧接而来的就是 回家后她就买了一幅假话 让话际精湛的相公临摹了一张 转身就拿着话来到侯夫人这里 若不是前几日听闻二娘子已寻的真迹 我们夫妇二人 只怕还拿她当宝贝一样站在手里 也是惹人笑话了 侯夫人听到这话有些不自信了 孟晚谎称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一直都是当宝贝共证 听到这里侯夫人猛逼了 她认为自己这幅画是假的了 她找到这幅画的原主人 她家图四地根本不像有真话的人 一幅假话 你敢开架一百罐 你怕是想去吃饶饭 老头也配合了起来 自己的画就是假的 侯夫人上当了把画退了回去 隔天来到孟晚这里来要画 孟晚则是表示主动送给她 最终她把这幅假画递上了朝廷 被礼部发现禁足半年 而孟晚这次帮了宁夫人的大忙 也顺利地得到了她的心愿 这也是半倒吴连的第一步 而两人还在宁王府擦肩而过 好在是吴连没有认出她来 因为她害的人太多了自己都记不清了 侯夫人气不过乔装打扮 只问孟晚为何加害自己 何来加害一生 你还不承认 我早就同你说过 律服天兽图是赝品 是你自己鬼迷心窍非求了去 我一没收你钱财 二没让你送入京 如何能说是我加害于你 听到这里侯夫人无话可说 她一贯钱就买了平民一百贯的真话 如今只能乖乖回去禁足 另一边一个瘸子从大牢里走了出来 她也是被无连迫害进的监狱 如今出狱也是准备找她报复 她号称是当地最贪财的捕头 来破案先拿死者一个珍珠首饰 转身又借花献佛要送给美女老板娘 不长眼的客人欺负老板娘 恰好被赶来的流星看了 有人欺负自己的女神她直接怒了 小爷我请你 这一幕被含冤的如兰看到 她曾经被禽兽无连玷污 这次看到流星这么的正直 便请求她为自己递宿纸 怎料银差还被她忽悠了过去 而流星也确实办了这事 把宿纸交给了官府大人 殊不知大人非常惧怕无连背后的关系 转身便吩咐人把此事告诉了无连 无连的身后有宁王夫人撑腰 最终两人一个被迫自禁而亡 一个被打断了腿抓进监狱七年 你今日醒满了 醒满了 七年这么快就过去了 七年已过她不再是那个贪财的捕快 变成了一个一心复仇的人 官府大人给她安排了别的差事 但这对于流星来说毫无诱惑力 她的目的就是让无连的腿也断一个 初遇这天也恰好遇见了孟晚 她也是被无连迫害的人之一 而流星第一时间联系了几个兄弟 同志兄弟们 绅士三克之头 很快便到了绅士三克 七年时间也来无恙啊 她话刚刚说完 官府就带着人赶了过来 几个兄弟也被抓了 流星剑形势不妙 打也打不过 几只弓箭意外射出 才救了流星一命 最后她躲过了这一劫 而救她的人让其去南城见面 流星赶到后才发现是老熟人 此人正是孟晚 她决定集结当时被迫害的九个人一起复仇 流瘸子深知要绊倒无连必须要动脑子 倘若你愿意入局 你的断腿之仇 定住你的望 两人达成了一致 他们从无连的靠山宁夫人开始下手 最近她经常头痛 时不时的还出现幻觉 隔天便来到庙里来烧香 扮成算命先生的流瘸子衣等待多时 她故意吸引了宁夫人的注意 一个问题 一两银子 晦气 贵人今日要担心监刺之物 宁夫人不信她的鬼话 回去摸刺绣的时候 果不其然手被扎伤了 她突然想起了今天算命先生的话 迅速地把她请了过来 一个问题一两银子 贵人卧房的西南侧 可否摆有一盆花草 最近莫名哭死 先生神远 连枯草你都能算 宁夫人这次相信了她 而流瘸子开始了整活 先是让王府把厕所的粪便 纷纷地拿到了厨房里 遍气里面的梧灰之物 一定要存足七七四十九天 随后又让七把花园的花 换成臭花 我没听说过这种花卉啊 有一种家属死腹之位 极好辨认 宁夫人只能照做 最离谱的是她还准备了两个臭菜 让宁夫人吃了下去 这可是把她折腾得够强 整完活便开始正式了 她把无联的生辰八字写了出来 与身边亲近之人一一比对 定刻救出内鬼 此刻的宁夫人对她深信不疑 开始对全府下人一一对比 最终没有发现对上的人 而王府的怪事就是因为流瘸子 买通了王府的下人才做到的 她把骗来的银子都给了下人 让其熟身离开这里 不久后无联来找宁夫人谈话 她询问了无联的生辰八字正好对上 你先回去 近几日都不需要再来了 夫人 您这是怎么了 我叫你先回去 无联感觉莫名其妙 随后她从下人的口中得知了 一个瘸子算命先生寻找生辰八字 无联瞬间明白了过来 几人的斗争又要开始 而刘瘸子准备去找柳三娘 有她的话可以帮助两人一臂之力 她号称是当地最能忽悠的捕头 忽悠了小姑娘的家传手势 决定帮她递诉状名冤 状告秀楼主人无联形苟且之事 没想到最后却被陷害收受贿赂 要被关进大牢七年 而就在这之前她多次找过知府名冤 谁知知府根本不想鸟她 燕雨秀楼那个案子 什么案子 是我提差了 听到这话她索性也不想管了 而如兰见她迟迟没有消息便来质问 刘欣只好以缺少人证物证来推辞 我去找 我定能找到物证 天真的如兰信了她的鬼话 刘欣没想到她执念这么深 如兰先是来到同样被玷污的丁儒家里 想要他们出堂作证 谁知丁儒的母亲是想作证的 可是其父亲害怕无联的势力直接拒绝 说清了真相 又能如何 我们丁家 只会变成这淮州府里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兰万念俱灰 明明自己才是那个受害者 世道不公 她便更要为自己争出一条路来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夹击柳三娘决定为她做个人证 她也曾经在绣楼工作过 遭受过无联的套路 她第一步就是让人陷入惶恐和自责 若今后在外头 不要说你是从烟雨绣楼出去的 而后又借着教导的名义四下手把手指导 嘴上在时夸着有天赋 让人产生积极向上的心灵 最后则是开始探讨艺术 她对每一个绣娘都用同样的套 而当时柳三娘逃过一劫 她已给无联吞去衣服为由 用蜡烛将其打晕才是逃出生天 当初就该砸死她 如今柳三娘决定去官府做人证 看到希望的如兰立马来找刘欣 告诉她自己已经找到了人证了 刘虎又直接摊牌了 让如兰回家去嫁人好好过日子 随后头也不回的就溜之大姐 你上回生我猪串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哪里有什么公道 说到底此事也是你伤风败俗 你若恪守妇道 这些话直击如兰内心深处 气不过的她开始了鸣鼓深渊 看来这下必须要升堂了 殊不知知府早已被收买 我还不信她一个女子能闹翻天不成 随后一群人都在外面看热闹 无联也丝毫不慌 直接倒打一耙谎称是如兰勾引自己 就因为她的势力大 群众都相信她说的话 知府也明显偏袒无联 关键时刻柳三娘赶了过来 无联看到了她 心里慌得不行 紧接而来的就是柳三娘将她的苟且知识公之于众 群众又相信了柳三娘 可是当柳三娘把自己是家鸡的身份曝出后 群众没人再相信她的话了 笑话 一个记你说的话怎能当真啊 就是 这会儿说吴先生监恶了她 简直是荒唐嘛 柳三娘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最终两人的状告已失败告终 而在这个事态炎凉的地方 失望的柳三娘决定彻底离开这里 而执拗的如兰还是不会放弃这件事 同时留心深夜约见自己的女神 还不等她开心三秒 一群捕头就冲了出来 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陷害刘欣 这全都是无连的计划 刘欣是有苦说不出 随着一仗下去打在她的左腿上 她就改名为了刘瘸子 而柳三娘来到了循州府 她在这里应聘花魁一待就是七年 而七年以后几人又将一起翻案 她号称是当地最有名的花魁 每次出门让无数男人追着要签名 刘瘸子想走竭尽见她 瘸着腿就从隔壁偷偷地上了房 得偿所愿地见到了柳三娘 只是一个不留神 她就从房顶上掉了去 这下不仅腿瘸了就连腰也扭了 你是何人 柳小姐可还认得我 哪里来的登徒子 报官快去 七年前淮州府 有个女子名叫儒兰 此话一出明白了一切 刘瘸子这次是来找柳三娘半岛无连的 但时隔七年柳三娘已经释怀了这一切 儒兰早已经生死 如今没几个人记得她名字了 你们这群蠢人 这个时候还要重返旧账 你说你这娘们啊 好言好语地跟你说话 你说谁是蠢人 柳三娘笑了 谁动了怒就是说谁 而刘瘸子让柳三娘去淮州见孟晚一面 到时候你就会同意合作的 果然等她赶到淮州后 发现自己的救命恩人袁公子变成了疯子 七年前柳三娘曾受到袁公子救济 衣食住行全都管着她 后来柳三娘得罪了无连要离开这里 袁公子还亲自来送她 这份恩情对于她来说大于一切 如今自己的恩人被无连迫害成这般模样 她又怎么能坐以待毙呢 这么多善良的人都被无连一一摧残 三娘决定一起同行 复仇的九亿人已经凑齐了三个 而如今无连的靠山是宁王夫人 孟晚已经打入了宁王府内部 只是她和无连已经见过了面 无连也通过以前的画像认出了她 而无连的利益靠的便是赵迎 赵迎手握海上大权 帮助无连走私到海外谋取暴力 所以刘瘸子和三娘决定从赵迎下手 赵迎天生的好色 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先找花魁 恰好是利用了她这一点 三娘故意在外面弹琴吸引她 不出所料的赵迎上了当 赶紧把妈妈喊了过来 楼下这位娘子呢 是寻中花魁 早就输了身 自己开园子去了 她那座雀园呢 一日只招待一桌客人 这更是引发了赵迎的好奇心 让妈妈下去说服三娘 三娘欲情故纵故意离开 最终赵迎来到了三娘的园子里 跟她合奏了一首爱情小夜曲 而赵迎一步步地踏入圈套 甚至还要直接娶了三娘为妾 却惨遭三娘的拒绝 赵迎觉得是自己的钱出的不够多 三娘却称自己就想要要 西域红花 柏州虫草 苏和社香 赵迎质问她是要开药铺子吗 三娘谎称是自己兄长的药方 你兄长每日吃这些不留鼻血的吗 听到这话三娘称兄长是得了重饼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赵迎上当了 不能说我没有实力 顺口就把自己的身份底细 都全盘说了出来 并且一日后就要去淮州 和无联达成交易 随后三娘和刘穴子决定趁二人走私时 在码头抓他们个正招 很快他们便出发了 刘穴子假装成三娘兄长 赵迎还在他面前要动手动脚 赵迎被吓了一跳 他害怕自己被传染 很快到了晚上 两人偷偷地来到仓库 果然发现了要走私的刺绣 而此时两人发现了他们 将二人团团地包围 无联决定这次斩草出根 突然飞出了一群蒙面的黑衣人 如今还没有到码头 近离奇地出现了官兵 最新聚九个复仇人已出现第四个 他就是已经成为京城都头的沈墓 这次无联走私绣品 恰好被他抓了个正招 七年前沈墓只是一个小骨头 因为帮助过如兰得罪了无联 每天都挨打 自打如兰撞到无联玷污 自己闹到官府以后 无联便叫了媒婆来给如兰上门提亲 她的目的就是让如兰赶紧撤了撞指 并且让群众认为是如兰水性洋花 大伙根本就没人相信如兰 媒婆强行要把聘礼送到屋里去 如兰的哥哥最终忍不了 眼看取妻这是行不通了 无联决定开启B计划 她又一次地买通了支付 准备采用一些极端的方法 随后捕头把如兰带到了衙门 让其说出无联是如何迫害自己的 并且还要求她说细一些 旁边的两个捕头还色迷迷地盯着她 那一晚上我在刺绣 脸突然进了我的厢房 从身后握住了我的手 从没有见过这么审讯的 还要亲自示范确定一下当时的细节 这很明显就是在难为人 一旁的沈木快忍不住了 如兰也不敢说下去了 她每说出一句话 不快就要对她动手动脚 是这样 这会儿都装什么仁杰猎女 面对这种欺缘太甚的行为 沈木最终上前阻拦住了捕头 以知府没让动私刑的理由让对方住手 因此沈木便得罪了这一群人 但沈木始终是小捕快 对方让她去给茶壶接水 她也只能乖乖照做 这下如兰更加慌张了 最终他们请来了一个老嬷嬷 要如兰脱衣服验证她的清白之身 而一旁几个捕快都在盯着她 如兰请求让他们先出去自己再脱 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矫情个什么劲啊 快着点 如兰求嬷嬷放自己一马 嬷嬷嬷让她把壮指撤了就不经历这一劫了 如兰死也不会撤案的 此时几个捕头准备脱胎衣服 在外面接水的沈木听到了动静 赶忙地往回赶了去 最终及时地阻拦住了捕头 把手拿开 手拿开 这才是保住了如兰 沈木非常的好心 还特地来给如兰买了一件全新的衣服 然后沈木让如兰找一个素食 这样或许还会有一丝成功的几率 沈木是怀州唯一相信自己的陌生人 如兰对她非常的感激 而回到家的如兰也彻底绷不住 委屈地哭了出来 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还要遭受这般屈辱 她决定就算告到京城也要绊倒吴莲 而沈木就是因为这事才挨的她 以后吴莲还会更加残忍地折磨她 隔天如兰就来找素食帮忙 可人家压根就不信她 我这是书斋 正经读书的地方 你别脏了我的地 如兰很是无奈 她又找下一位素食 对方还是个色鬼 吓得她只能逃走 就这样她去了很多家 但是被一次次地拒之门外 最后是一个老者被人殴打 如兰看不下去了拉开了几人 老者就是一个素食 她答应了如兰帮助她去官府 沈木也打心底里为如兰高兴 只是七年后吴莲还逍遥法外 这次沈木成了都头决定制裁她 她号称是当地最会游泳的瘸子 每次遇到危险就瘸着腿跳进河里 就在刚刚吴莲在船上走丝绣品 被黄承司的沈木抓了个阵阵 抓人 沈木已不再是当年的小狗快 他轻轻松松就解决了几个小卡恩里 在这一片混乱中 在船上的刘瘸子此时还不想用跳水绝技 敢不敢跳 显然不敢跳啊 这么高怎么跳啊 随后他们躲在一旁偷看 刘瘸子发现了那就是沈木 以前做捕头时还是自己的手下 而吴莲和赵莹两人 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妙 决定大难临头各自飞 只可惜吴莲刚要跳水时就被沈木发现了 沈木这次要带他回京认罪 刘瘸子误以为沈木要杀吴莲赶来阻止 因为多罪在身的他还不能死 可曾还记得我啊 刘欣 还记得你当年的老大哥啊 吴先生 你先别害怕 沈木看到刘瘸子是要求情的意思 便误以为他做了吴莲的鹰犬便把剑对撞了他 而另一边赵莹也被吓得屁滚尿流 为了活命还要把三娘献出去 而另一边沈木根本不肯听刘瘸子解释 刘瘸子只能用出绝机跳进水 刘哲勇就要去喊救兵 最终祸害二人组被沈木抓获 看来这次他们是在劫难逃了 此时的刘瘸子划船快要睡着 最终请来了孟晚来解释 随后孟晚把初衷告诉了沈木 大家的目的一致都是要半倒吴莲的 我们都觉得吴莲该死 但他不应该为走私而死 应该为如朗而死 为丁如死 为所有被他强害过的女子而死 当年的案子必须频繁 所以现在不能因为走私被押回京城 孟晚早已经安排好了计划 只需要给他三日时间 他愤怒地想要吴莲一条腿 对方不怕他 他便决定这仗以后再算 同时知府得知了吴莲被抓坐不住 赶忙地来到宁安王府 宁夫人怕吴莲牵连到自己 立即下令让知府去营救两人 他们现在都在一条贼船上 第二天草包知府对船喊话 让对方束手就擒 可船上根本没人秒他 知府觉得很没面子 转身又让副手上前喊话 船上的各位英雄 各位好汉 别让你们把船上的两个人放了 咱们既往不救 而结局还是一样 见他们软硬不吃 知府不想跟他们客气了 吩咐下人去取竹竿 到时候以竹竿撑水的方式上船 快去找竹子 是 副手心里在骂知府 因为从码头到竹林来回要一天一夜 知府质问他那该怎么办 副手却让他撑小船独自过去谈判 知府大人直接怒了 废物 一群废 而此时的宁夫人又来催挫 知府只好用出自己的杀手锏 他准备了弓箭手射箭 但是距离太远根本射不到 知府不管这些 他继续吩咐接着射 很快弓箭就射得差不多了 船上的人猛逼了 认为他们在锻炼身体 最后知府认为脱不下去了 索性就一箭插到了自己的大腿上 吩咐官兵就说这件是敌人射到他腿上的 官兵们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同时沈木把吴连弄到了船外 又审讯起来里面的赵银 称吴连已经把你卖了 草包赵银立马上当了 他要和吴连翻脸 还要和他当场对峙 而另一边的宁夫人越来越坐不住 正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把吴连捞出来 而如今马上就要到三日 孟晚也在等一个人 看来又一个新人物要解锁 他想要效仿皇帝后宫嘉丽三千 开了家绣楼专门收女学员 然后晚上强行对他们进行玷污 因此他得罪了太多人 七年后其中的受害者孟晚 已经凑齐了五个人决定对他复仇 五个人有黑道有白道 而这最新出现的第五个便是冯大 他们这次能把吴连彻底击垮 而七年前冯大是黑风寨的土匪 有一次他身受重伤奄奄一息 恰好被善良的如蓝发现 将其带到了寺庙的柴房进行救治 二人 想让冯大一拜 怎料话刚刚说完 外面就进来了人 他就是肩夫 方才在后山 我就看着他们二人 搂搂搂搂的往这边来 果然是躲进这柴房 同情来了 冯大听到这话非常的愤怒 但是动手的话只会落下把柄 而这几个女人都是受吴连所托 故意来毁坏如蓝的名声的 恰好孟晚也来寺庙上香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转身便喊来了寺庙的方丈 两位施主 请随我来 最终方丈替他们解了威 但吴连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每天都找人来他家门口喊话 导致了如蓝的名声越来越臭 更加没人相信他才是那个受害者了 而此时的孟晚更加悲催 他还怀上了吴连的孩子 这便让他更加的痛恨吴连 最离谱的是吴连夫人知道 他每天行苟且之事 确实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卑微的像一只蝼蚁 让小厨房把那个甜汤温着 万一煮军过来得喝热的 但吴连已经一年没经过主屋了 这次他突然来了 提出了让夫人去给他那妾做说客 夫人爽快地同意了他 吴连便一分钟不想在这待了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副信稿尚未完成 我先回厨房了 不得不说吴夫人简直太难了 而怀孕的孟婉决定帮助如兰撞告吴连 便找到了另一名蒙在鼓里的秀女 她也曾被吴连玷污过 你还不知道吧 凡是同吴连花好过的女子 床单都会从丝绸换成马布的 女人得知了真相决定了去做证人 而吴夫人竟然真的上了如兰家的门 想要说服如兰去给吴连做钱 而如兰宁愿做尼姑 也不会答应这门亲事的 她已经恨死了吴连 但是悲催的是她上次救的宿尸 突然又出而反尔了 没有素师根本没办法状告吴连 巧的就是孟婉的远房表哥要来 她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素师 而冯大的黑龙寨大当家也领了盒饭 身为二当家的她决定解散山寨 准备下山报如兰的救命之恩 同时孟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如兰 现在已经有证人了 只要让表哥同意做素师 就有希望绊倒吴连 随后两人上门请求表哥 表哥也热血地答应了帮两人忙 但是这表哥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 而冯大前来投靠如兰给他报恩 如兰却让他去标局里面工作 冯大决定以后再还他这个原请 而七年后吴连还在逍遥法外 冯大报恩的时候也到了 他号称是当地最记仇的瘸子 前几天被沈木吓得跳舞 最后大夏天披个被子 让沈木给他煎药吃 为何要我给你煎药 若不是被你逼得跳河 我怎么会染上风海 我要是落下什么毛病 老子这辈子就赖上你了 沈木拿他没办法 而他的腿曾经被吴连打断 这次知道了吴连被抓了 他连夜就要去把吴连的腿打断 没想到又被沈木阻拦 我只是要他一条腿而已 难不成我还杀了他 我击垂的我就能给他砸出屎来 我发现你怎么一开始 你耳门唧唧的了 刘瘸子明白了 在场的他都惹不起 为了击垮吴连 孟晚这次已经备好了全盘计划 最近淮州附近将路过一位 微服私访的京城清关楼大人 孟晚想要他来淮州审判无连 冯大早已经信誓旦旦地想好了计谋 他先是安排了一伙人打劫楼大人 但楼大人不怕这些 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 他也不慌地让对方赶紧砍下去 眼看就要眼不下去吧 冯大骑马突然赶来 原来是冯表头 九仰大名 那今日便给你个面子 兄弟们撤 楼大人猛逼了 感叹到这演技还需要多加练习 最终楼大人识破了他 冯大决定使用暴力 一掌将大人打晕 强行地把他带回淮州 等大人醒后 把吴连的恶贯满盈都告诉了他 卫州府现在出了一条恶狗 为这一方 你便是那打狗之人 此行的目的便是惩治腐败 这正合了楼大人的心意 他刚到淮州 草包之府便要带他去醉仙楼潇洒潇洒 而楼大人则是让他把观影交出来 看来知府的好日子到头了 宁夫人得知这是坐不住了 如果查到吴连自己也将倒台 打入内部的梦婉便借题发挥 让宁夫人放弃吴连保全自己 此时的宁夫人还是有些犹豫 而赵银和吴连上次走私被抓 便被带上了公堂审讯 这次的审讯官便是楼大人 怎料吴连早想好退路 把责任都推到了赵银身上 草包赵银虽然斗不过他 但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他便把吴连几年的罪行全盘托出 他接吾了秀楼里的小秀娘 他干了很多阿萨事 严与秀楼的小娘子 没有几个是清白的 几乎都遭到了吴连的毒手 吴连却死不承认 赵银急了 称他之前贿赂了自己 两人结识后才出现的走私这事 楼大人询问此事有没有物证人证 赵银员直接傻了 人证物证他都没有 没证据楼大人也没办法 躲在一旁听审的孟晚也听不下去了 最终赵银因为走私被吓了大意 而吴连又逃过一劫当场释放 由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再加上楼大人这次微服私房收获破多 需要赶紧离开这里静静回报 而回去后的吴连 立马就又开始干坏事 前几日刚入秀楼的那个 安排在哪个房间 东乡房第五间 看来又有秀女要遭殃了 而楼大人就要这么离开了 又没人制裁吴连了 刘穴子和冯大人不了了 咱们今天晚上去烟穴秀楼 把那老小子抓住不就完了吗 冯老弟英雄所见略童 咱们先带着去 真是烂天罗遇上了恶老鸭 臭一块去了 三娘的这一句话 刘穴子也无言以对 孟晚看不下去了 若真想让一个人倒下 必须将他两条腿全部砍断才行 如今的一条腿罩银已经断了 那么下一条便是宁国公夫人 这件事必须制取才行 唯有把楼大人留下才能绊倒宁夫人 随后他们开始了计划 把当年如兰含冤的往事都写在了纸上 然后贴的全城各处 尤其是宁国王府的大门 隔天吴连看到这有些坐不住了 他又该如何应对呢 楼大人准备离开时也发现了满城风雨 他自然是决定留下来 这次一定要查出原因查个明白 还死者一个公道 宁夫人得知了这事竟然还要帮助吴连 看来他离倒台不远了 而孟晚还留着杀手锏 那就是新人物黄娇娇 她没结婚肚子却突然大了 母亲发现了这事 隔天偷偷下了堕胎的药让她喝了下去 导致她疼得哪也去不了 殊不知这耽误了她的大事 而她怀孕的罪魁祸首就是绣楼老板 全绣楼的女子没有人能逃过她的魔爪 每次享用完她都会绣上一朵红花 反抗者不是名声为她捣臭的 就是莫名怀孕无处深渊的 只因她背后的靠山是国公府夫人 而这次姐妹两个找到了靠谱的素食 以及另一名被害女子的父母 还有死者丁炉的绝笔物者 准备一举把吴连拿下 很快到了升堂的这一天 知府却一度的偏袒吴连 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报关 既然当时没有报关 现在为何又突然诉诸公堂呢 是因为令阳子已经看穿了吴连的虚伪 在这烟雨绣楼中像她这般的受害者 不止一个 果然有诉识还是靠谱的 但是遗憾的是 孟晚因为被母亲吓了 要无法及时地去公堂 而丁炉的父母更是要彻底地离开这里 这些消息如兰还全然不知 好在是她手里有物证 这上面的字迹足以证明吴连的罪行 她记载着丁炉活着的时候就怀孕了 后来忍受不了便跳井自尽了 群众纷纷地都看清了吴连的真面目 都谴责起来吴连 而高娘子这次也是来作证的 只是她迟迟没看到孟晚认为她临阵脱逃了 而知府眼看着情势不妙 便请来了秀罗的嬷嬷 他们纷纷地替吴连做伪证 更有一个小司座替罪羔羊 你同丁炉究竟是何关系 是她先供应我的 她肚子里的孩子 我身后来才知道的 这下可好了 素师也半信半疑地质问如兰 这帕子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帕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但是遗憾的是 知府闻了一下帕子的墨迹 发现这是心血上去的 断然不会超过十二个小时 难道是如兰伪造了物证吗 而这是丁家父母可以作证 只是此刻他们已经离开了怀中 这下是真的有理说不清了 素师也立马开始反水 是你我同丁家父母和柳三娘 如兰这才是明白了过来 这物证只有素师接触过 就是她偷偷调换的 原来几天前素师就被无联收买了 亏她还是孟晚的表哥 却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而她离开的时候被黄娇娇发现了 只是她也不敢为如兰发声 并且宫堂上一群被玷污的秀娘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全都维护起来无联 没有一人选择为如兰发声 如兰太难了 而此时的孟晚正在硬撑着向宫堂赶来 知府也要判如兰诬告 如兰父母便向知府求情 知府让他们把诉状撤了就会网开一面 最终这场官司如兰败的彻底 就连其父亲也不相信她的话了 我为了你的事情 整小整小的流泪 你瞧瞧你都干了什么事 亏得我们还相信了你 世界上最悲催的事 等到孟晚赶到后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而黄娇娇知道烟雨绣楼的险恶 她决定自己做大五年内超越绣楼 只是可怜了如兰 这件事以后 全城的人都对她指手画脚 难道唯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清白吗 她号称是当地最廉洁的清官 采花贼无连为了贿赂她 特地绣了一份白鹤穿云图 转身便拿给了宁夫人 让其转交给清官楼大人示好 我在她面前应该怎么夸赞这件绣品呢 宁夫人心想这下稳妥了 知道楼大人不会收下便来交给她夫人 楼夫人爱不释手 宁夫人也嘎嘎一顿吹嘘 三天就绣好的图影说三年才绣好的 楼夫人听到这话心里乐开了花 但是她并不好意思收下 而离奇的是 孟晚却突然开始推波助兰劝说她 而楼夫人在他们的劝说下便收下这件礼物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孟晚设的局 而如今的冤职已经满天飞了 楼大人正想着审判无连 夫人在这时却收了对方的礼物 此事非通小可 不退也得退 你才升官几天呀 白普就摆在我头上来了 楼大人惹不起 而收了对方的礼物自然是要办事 最后在夫人的引荐下 楼大人便与宁夫人在酒楼见面 而宁夫人这次的目的就是替无连脱罪 七年前令家小娘子的事 还有印象吗 依稀记得 那个小娘子名声不佳 似乎好像是定过亲的 宁夫人颠倒黑白越说越离谱 把罪名都推给了如兰 关键时刻突然进来了一群女子 宁夫人猛逼了 女子们开始舞动起来青春 并且纷纷地把外套脱了下来 赫然出现的是 她们人人都穿着白鹤穿云绣样的衣服 楼夫人瞬间尴尬得不行 没想到她们送的礼物已经烂打街了 这就是无连口中说的独一无二嘛 原来 这都是孟晚早已经安排好的 她连夜吩咐人赶制出来的这件衣服 还有常年混迹青楼的三娘帮助 这群女子便轻而易举地进入了青楼 小姐妹们 认错门了 认了套了 认了套了 点歌舞的是新乐阁 这里是如月台 三娘出现的时机刚刚好 还故意把娄夫人也认错 你怎么还上桌了 还坐着干什么呀 赶紧走啊 客人都等着急了 娄夫人感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孟晚的连环剂已经生效 随后迎来的便是 宁夫人声称以后 连无连的一根毛都不想看见 无连感觉莫名其妙 但是如今太后的寿臣快要到了 必须要用无连的绣品来做寿礼 孟晚为了让宁夫人彻底剔开无连 便提出了有一家绣楼不比无连的差 而这人便是以前的故人黄娇娇 七年前她也曾见过无连的恶贯满盈 所以这便是孟晚找她的目的 黄娇娇的绣品杂而不乱 并且绣法并不是当地的传统方式 所以她这是独一无二的 只因七年前她收留了四个异域女子 她们没有身份只能躲在密道里 手里有着高超的绣法 这显然不比无连的烟语绣楼差 最后两人来到了国公府 来给宁夫人禀告此事 没想到宁夫人竟然摆了张臭脸 原来无连之前还是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 因为她玷污过的每一个绣娘都有计划 所以这次她把这事告诉了国公夫人 这几个月以来居然把我骗得团团转 孟晚不想装了 无连这个人您保不住 宁夫人质问她到底要怎样 孟晚只想为以前的姐妹申冤 她们都被无连各种谋害 有在冰冷净史中溺亡的 挂起三尺白铃那还有小铲是血崩而亡的 可她至今还在逍遥法外 自然是少不了你的庇佣 所以您可知您这双青尊玉贵的双手上 沾满了多少无辜女子的鲜血吗 宁夫人彻底疯狂了 拿起朱钗便扔了出去 将孟晚的脸部划伤 然后呵斥她们离开这里 而孟晚出来后 嚣张的无连已经等她多时 她做了这么多年坏事却不思悔改 如果这次宁夫人还用无连的刺绣 那么众人苦心设计的谋略将功亏一篑 刘瘀子的腿仇就无法得报 好在是宁夫人想通了这一切 最终她选择了用黄娇娇的刺绣 而这次她们的计划将继续进行 刘瘀子又找到了一位新人物 她号称是天下第一神偷手 悄无声息就能把银子顺到手 只可惜这次遇见了瘀腿伸不 七年前后边淮州市本领绞手李秀子 如今这记忆又精进不少 而刘瘀子这次来找她 就是为了还她铜钱的 七年前她被陷害入狱双腿难保 是李秀才给了她一文钱 才保住一条腿的 最重要的是李秀才曾亲眼目睹过 无连用套路给秀女行苟且之事 同时如兰自打状告无连 监污自己失败后 就连最亲近的哥哥都不信自己了 你对那吴先生是不是心生爱慕 然后在秀楼里一时冲动 才做下的那不轨之事 听到这话的如兰笑得格外的讽刺 而梦婉怀怀了无连的孩子落胎后 身子越发地虚弱了起来 喝得要再苦也没她的心里苦 随后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来找素氏表哥 之前表哥为了钱投靠无连谋害自己 现在却还没有一丝悔改 我等着看你 等高跌重的那天 对方却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而就是同样这么悲催的姐妹两个 一次次地撞到无连失败 导致他们心灰意冷 也明白了不是所有的冤情都会昭雪 我们离开这儿吧 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走得越远越好 我们自己会刺绣 我们可以养活我们自己 两人最终决定了离开这里 如兰把准备状告无连的钱还拿了出来 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丝未来的光 接下来如兰写下了 避风留给家里的告别信 孟晚也收拾起来自己的行李 临行前她还劝说母亲应该合理 因为她的父亲是个赌徒醉鬼 不但每天喝得烂醉如泥 而且把家里的积蓄都输了个精光 孟晚每天都能看到两人吵架 其母亲也习惯了这些 而第二天如兰还特地嘱咐哥哥 快要入秋了一定要让母亲按时施药 还有爹你也劝劝他 每次铺子仪忙起来的时候 总是顾不上吃饭 如兰很不舍得他们 但是自己也实在没办法了 而孟晚这边准备出发时 母亲却突然咳得厉害 她只好先去给母亲买些中药 同时如兰已经到了城门口 没想到却等到了孟晚的母亲 原来她昨天就发现了孟晚不太对劲 所以才故意把她支去买药 如果离开了这里就会变成流民 就连嫁人都很难嫁出去了 孟晚从小就是个命苦的 怪我当初瞎了眼嫁给那个混账 她在这个家 你天安生日子也没过过 好不容易大典了 原本准备把她送到烟雨绣楼寻个好姻缘 却遇到无连这个杀千刀的 并且孟母还将 孟晚怀孕的是告诉了如兰 而落胎药也是她下的 我想着只要落了胎 然后再给她说一门怀州府外的亲事 这事就能蒙混过去的 可是老天爷真是不放过我的网 做她要伤了她的根本 婉儿这辈子 本人再难有孕了 麻绳专挑戏出段 已经这么苦了还遇到这么多悲催的事 而孟母如今已经给女儿说了一门亲事 所以请求如兰不要带女儿走 重情的如兰也只好放弃离开这里的念头 等到孟晚匆忙赶到后 这里早已没有了如兰的身影 此时如兰已经愤怒地来找到无连 无连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还羞辱她迟早要嫁给自己 到时候再慢慢地折磨你 而这一幕则是被房顶上的李秀才发现了 随后心灰意冷的如兰准备跳河自尽 好在是李秀才阻拦住了她 而孟晚还在城门前苦苦地等 突然下起的大雨更能诠释出 一个弱小女人面对全市的无奈 一边已经被逼迫地准备自尽了 一边还在苦苦想要逃离这里 直到城门关闭 孟晚才是来找如兰 如兰谎称自己想通了要嫁给乌莲 还特地地再绣一件红嫁衣 孟晚认为是她想通了 她唯一希望的就是如兰能好好的 另一边的李秀才想起 今天的是睡不着 她来到了无连的屋顶 发现她大半夜地在欣赏自己的落眉 登的九亿人终于更新了 这次复仇的第七人出现了 这人便是神偷李小手 你来了 既然来了 自然要进去坐坐 多年前的秀才现在越混越惨 倩的账已经写成了一本书 她表面上家里都是书籍 实际上书上都是图 她早已把偷窃作为了主页 若是说你这辈子目目的歧途 这歧途怕不是爬窃 而是读书吧 而刘穴子来找她就是需要她去绣楼 偷一件让无连致命的东西 如今孟晚和黄娇娇的刺绣 已经将金绣绣的华丽大气 完全可以代替无连的烟雨绣了 无连已经开始慌了 而宁夫人也决定不用她的刺绣了 此刻的无连已经明白了 自己的靠山彻底没了 孤立无援的她只能拿刺绣来撒起 而无连的夫人也曾说过一句话 她说 证据就在眼前 但所有人不视而不见 这次让李秀才去绣楼寻找证据 晚上刘穴子带她来到绣楼附近 虽然说钱财乃身外之物 但是此行如此凶险 你不给点报仇 刘穴子听到这话怒了 让她在绣楼里挑一件最大的刺绣 那肯定是价值连城的 李秀才很快潜入了绣楼 刘穴子却在潇洒地喝着酒 趁三娘不注意 她还把鞋子脱了下来 让三娘给自己再缝制一双 三娘却被熏得眼睁不开了 而李秀才先是在绣楼放了一把火 又潜入到了吴娘子的房间 有一个证据近在眼前 所有人却视而不见 请问这个证据到底是毫无 吴娘子虽然每日为相公欺负减少罪孽 但她却不肯透露出证据是什么 而李秀才实在琢磨不出是什么东西 突然她听到了吴连称如果火势蔓延 一定要保证书房东西的安全 李秀才明白了 书房才是关键所在 随后她便潜入了书房 她一顿嘎嘎乱找却始终没发现 光靠猜肯定是猜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她想着打道回府明月再来 临走时还决定拿下这副最大的刺绣 此时吴连正在赶来 李秀才发现了端倪 吴连一脚板门踹开 幸好李秀才已经成功逃脱 而吴连发现自己的绣品不见了 这次可把她逼急了 孟婉 既然你一心要把我逼入死去 那我也不必再等了 而李秀才这次无功而返了 眼尖的刘瘸子发现了她怀中的东西 趁着李秀才不注意 一把便抢夺了过来 老闺女 七三开 你拿过来 你个黑心骨头 你现在都下过玉瘸了腿了 你还要跟我七三开啊 你想向我报官 抓你再吃七年的老饭啊 而两人在争夺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大秘密 这份落眉土里暗藏玄机 她在每朵花上都刻着 被自己玷污过的女子 众人都惊呆了双眼 梦婉让大家兵分其路 寻找图上的受害人作证人 遇到危险就燃放赵吉列 其中一名做尼姑的女子 将对她们给予很大帮助 一年前花季秀女离奇失踪 她进入秀楼 本想拥有一技之长傍身 和心爱之人过安稳的生活 只是在这次的元宵灯会上 女孩把兔子灯交给了心爱之人以后 突然就销声匿迹咬无音讯 李秀才从家中寻她也是不见踪影 直至七年后的今天 李秀才发现了秀楼主人 无连的落眉土 有当年的爱人田晓琳的名字 而无连美店无秀楼的一个女子 都会在落眉土上刻上她们的名字 李秀才顿时明白了当年的真相 宋花灯的那天也是两人所见最后一面 我苦等了七年 苦寻了七年 还是一支不得大的音讯 而孟婉和小林当时也算相识 只是不知道她现在所在何处 如若找到她便能让她做一个人证 他们从当年的邻居开始调查 老人告诉她当年田家连夜突然离开的 就连宅子里的下人也一个没留 又从当年的下人行妈妈口中得知 当时田家连夜从淮州搬来了京城 顺着提供的线索 刘雪子两人找到了田家的店铺 可田母却撑到自己家没有女儿 直接下了逐客令 我已查过二位在官府的刘道 不知你们有何顾及 你又是哪个呀 刘雪子开始吹嘘 说沈牧师当朝黄承司二品大员 识相的话 可免受皮肉之苦 谁料竟被老板娘识破 黄承司只有一个二品大员是查方的常客 两人无奈被拆穿 刘雪子的另一条腿也差点被打绝了 好在是晚上田父偷偷赶来 决定瞒着妻子把当年真相告诉两人 原来当年是秀楼把小林开除了 还颠倒黑白说他死得有亏 与外面的草莽男子有了勾连 难不成也过世了 他倒没有 他算是保全了一条性命吧 虽然性命是保住了 但是受了刺激已经变得神志不清了 吃也不吃喝也不喝还请着自己 所以才搬到了京城开一个茶坊 就是为了帮助小林治病 但田父一直觉得当年的事没这么简单 请一定要查明真相 还我女儿一个清白 谢谢了 而小林现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在淮州的清水庵 遗憾的是他七年了从未踏出过这里半步 孟晚为了让他作证人 故意提起了当年之事 小林有些动能了 但他并不敢面对这一切 孟晚让他作证人的请求还是被绝了 后来孟晚从失态的口中得知 小林之所以戴发修行 就是当年的事没有放下 经常的在半夜立声哀嚎 而李秀才一直苦寻了他七年 这次他拿着当年的兔子灯 与七年前的人再次相见 这盏花灯 我替你包管了七年了 你什么要来管我要啊 小林以归衣佛门 尽管看着兔子灯 他也不舍得只能离开这里 又一次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一切 而李秀才也只能伤心地离去 将兔子灯放在了门前 当小林打开门发现兔子灯的这一刻 他会不会决定出堂作证呢 同时吴连越来越坐不住 他来到孟晚家却被下了诸颗令 临走时还借机调戏孟晚 借用尸掌威眼 又肩未经世事的秀 吴连还没反应过来 沈慕又突然出现 霸气地说出了他当年走私的事 紧接而来又是下一个 青年啊 我至今还记得王六郎那副嘴脸 跟你他娘的一样可惜 以前才收买速食公堂乌人清白 黄娇娇当时可是亲眼瞧见 手中有几分权力 并敢无视公序律法 并敢枪害他人无辜的性命 而刘雀子本来想当场要他的命 但是必须要让他在公堂上为恶行买单 而吴连似乎还有底牌 他丝毫不慌地要三日后见分晓 你这次这样是两个优优 长此张转又如何 才于情形切我 断失忽平人看风火人山河 未必未肝望游过 那该无人知我 台下人走过 不见走颜色 台上人藏着 心碎别歌 糊涂啊 你真的是糊涂 不过是个妾室 死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过去了 如果宁国公夫人怪罪下来 你让我如何交代啊 人家已经死了 还不是有你们说的算 小人明白了 知府相公 你无需多言 这案子已经结了 结案 是那名小妾 妄图谋害吴先生 吴先生不过是自保罢了 只要把你见到的 如是说出来即可 令小娘子从秀楼上睡下 你也是亲眼目睹 去他了吧 大不了这禅室 也不干了 昨日是你亲眼得见 是吴连 杀了令如兰 并推他下楼的吗 你只需将昨日所见的情形 如是说出来便可 我没看清 看见在下安然无恙地出来 神不快 怕是失望了吧 我既等在这里 便是做好了准备 不管你信或是不信 我的确没有杀他 以死做绝 我倒是小瞧了他 只是还是蠢了些人 他不是蠢是善 所以才会相信这世间有公道 只可惜 所有人都服了他 善与蠢 有何区别 目落至时刻 你方长把我登场 号称是男人学刺绣的鼻子 小时候他本来喜欢读书 而父亲看他不读春秋 就破口大骂 我在你这个年龄 都开始读春秋 上书了 我怎么生出你 这么个余母脑的 小男孩很无奈 其母亲也只知道打扮 两人整天互相争吵 等日在外面抛头露面的 像个什么样子 面对两人的争吵 男孩逐渐心里出现问题 只有姨娘对他非常好 并且他第一次收到礼物 也是姨娘送的 姨娘喜欢绣梅花 男孩便是从这个时候立志 以后把刺绣发扬光大 直至这天男孩跟母亲出行 却意外撞破了 其母亲行苟且之事 回去后父亲质问他今天的事 男孩只能假装不知道 没用的东西 滚滚滚滚滚 滚下去 而这一切男孩都能忍 直到这天姨娘被挂死在了树上 以此安慰受伤的心灵 最终他决定了离开这个家 一眨眼已经拾过境迁 路人看他是男的做刺绣都开始嘲笑 无连不管这些 在长期的努力下开了一家绣楼 还娶了张辅的女儿为妻 谁知他竟然成了接盘侠 妻子无法怀有身孕才嫁给了他 他彻底怒了秀起来姨娘最喜欢的落眉土 凡是来绣楼学艺的都被他玷污 然后在图上秀上一朵梅花 反抗的就直接被他杀害 因此心理变态的他害的人越来越多 多年后几个复仇人凑到了一起 准备和他正面交锋 只是在出发前 众人互相猜忌还要割袍散伙 罢了罢了 要是没辙 还是晚上埋伏在监狱秀楼 麻袋一套 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 以暴力解决问题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而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刻 三娘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原来是吴连约他来酒楼见面 把几人的身份底细全盘拖出 就是为了让他们猜忌更深一些 果然众人都上当了 刘穴子认为是黄娇娇出卖了大家 你不会是为了生意做了两手准备吧 黄娇娇又开始怀疑逢飙头 他们乱成了一锅粥 散了吧散了吧 既然主意一个比一个正 咱们也别为难彼此 各回各家 吃奶去 众人现在根本不是一条心 最终三娘决定离开这里 但是路上他总感觉哪里不对 果然发现了有人鬼鬼祟祟的 最终他发现了 内奸是府里的一个丫鬟 还得到了重要信息 抱着必死之心来到了京城 让好姐妹帮自己混入军营当中 晚上他便开始行动 蒙面潜入到了军营当中 这里有文秀院长使 还有进军指挥使 无连早就和他们在一条贼船上了 这次就是来威胁他们两人的 三娘也差点被无连识破 躲过一劫的他来到窗前偷听 而无连不但要坐上文秀院长使 而且还让对方在官家面前举荐他 我还要在官家面前举荐你 文秀院到了学生的手中 气象定不出往昔 无连早已经盘葬好一切 此时外面的侍卫还是发现了三娘 三娘只好把重要信息让朋友递交出去 不过最终三娘被无连抓获 而一旁的刘雪子目睹了这一切 有一人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九位一世陨落了两位 没有见证到最后的胜利 其中三娘为烧掉绣楼葬身于火海 他此生最不后悔的就是 认识了这几位知己 剩下的便交给你们了 遗憾的是不能和心爱之人共度此生 最终绣楼被烧毁无连元气大伤 同样李秀才为了偷账本 深夜潜入绣楼 最终被无连发现活生生的打死 临死前还不忘记爱人小林 本来两人能安稳的过一生 却被无连毁掉了 而不愿下山作证的小林 看到了李秀才的绝笔性 才彻底的解开了心结 最终他来到公堂上作证 亮出了后背的落霉 这正是当年无连玷污她时落下的 而无连谎称这是烟雨绣楼的惩罚 完全不能做证据审判自己 楼大人也很无奈 此时梦婉坐不住了 当年的受害者有很多人都在这里 他请求他们指正无连 可他们都纷纷地无动于衷 无连又一次地逃过一劫 众人也不会轻易放弃 此时动静太大还惊动了皇帝 皇帝命楼大人务必要查清此案 并且无连的夫人也准备忏悔 把绣楼下人的卖身器都还给了他们 而带着皇上口语的楼大人再次来到绣楼 没了卖身器的下人们开始说起了实话 这些年 这烟雨绣楼糟蹋了太多小娘夫 我是负责后院撒扫的 我不止一次见到主君在夜里去了后院 孤身去了那些绣娘们房间 如今真相已经公之于众 无连再一次地被带到了府衙 而这次没人再怕他 纷纷地都要证明无连的罪行 老大人也直接判罚无连 烟雨绣楼无连 监屋女子私犯绣品 行贵官员 打杀李春风 证据确凿 一律判杖刑三十 流放西北三千里 终身不得涉 无连的罪行最不可涉 百姓纷纷叫好 孟丸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七年她没有白白折服 如兰终于可以瞑目了 三娘的遗愿完成了 李秀才也没有白白牺牲 当官杖打到无连身上的这一刻 也充分诠释出了善恶中有报 那些受害女子之仇终于得报 她们尚在人世的血清 智友也终于得以了结 愤懑仇怨 血债终于血肠 作恶多端者终将复发 心存侥幸者终不落 如今大仇已经得报 几位一事也终会有分别的这一天 故事最后 草包之府被贬为宪令 以后不得再进入淮州 宁国公夫人知错能改 孟晚帮助她澄清了自己逃过惩罚 无连在监狱里还不知悔改 我还没有说 疼吗 那些女子只会比你现在更疼 最终她看到了已故的姨娘 生也刺绣死也刺绣 她最后吞针而亡 刘瘸子本来还能做捕头 但这次她只想做个普通百姓 沈木返回到了黄城寺 准备将功补过 冯大还是回到镖局做事 这阵可堆积了不少户 黄娇娇的袖装越开越大 已经代替了无连的烟雨袖 小林则是回老家照顾父母 一展灯梦一个人 山高水潮 我们就此别过吧 今日灯梦得以转燃 便是万家灯火 能将这无尽的长夜照亮